蜀天蒜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Midland Avenue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古往今来爱情是人们关注的永恒话题 一次次带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多伦多话剧团 也一直围绕着爱情婚姻家庭的题材 直至走进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从富含时代色彩带点高科技意思的网恋 到人们津津乐道好马不吃回头草的 和我的前妻谈恋爱 再到带有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 由一条流浪小母狗给家庭带来巨大冲击的狗妹情缘 无一不是在诠释各个层面的爱情和亲情 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悲喜剧 今年的话剧更是勤诉万千 演绎着一个男人面对三个与他息息相关 却有难缠纠葛的女人的心系 婚姻伐马 剧中一个名叫启时高的成功房产经济 因为参加女儿的生日party 与前妻不妻而遇而晚归 遭到了生格为妻的 袁小三焦小元的盘问 在魅力娇妻的逼供下 启时高愤然离开 来到了那个他曾经常去的酒吧 和朋友们几番知心话 几杯小酒下度后 启时高鬼使神差地敲响了前妻的家门 就在他和前妻还有那个懂事又不懂事的 十来岁的女儿唇枪舌剑之时 小焦找上了门 启时高面对三个女人的责问 他彻底懵了 他应该如何抉择 矛盾 冲突 起伏 跌宕 愈演愈烈 前妻 女儿 妻 孰亲 孰众 在婚姻的天平里 如何去安排这些举足轻重的砝码呢 大家好 我是这部戏里边的男主角叫齐志高 我在戏里边演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 在这部戏主要是反映一个 婚姻家庭的一部情景剧 描写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 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以后 然后跟前妻有一些感情纠纷 然后认识了这个现任妻子小焦 然后跟小焦有结合 通过跟小焦的结合呢 又延伸了好多家庭的问题 最后呢就说的弄的是两败俱伤嘛 大家都离他而去 正如多伦多话剧团 曾经演出过的经典名剧《雷雨》 都是发生在一天之中 婚姻砝码整个戏发生在一个晚上 整部戏情节紧凑 峰回路转 从参加女儿的生日party的 一个小小的导火索 引起了争吵 出走 醉酒 重新思考 重新抉择等 多个意料之外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跌宕情节 一部好戏需要一群 有激情的优秀演创人员 多伦多著名心理博士李场先生 为该剧做出了深入的人物心理分析 狗妹情缘男主角 具有丰富表演经验的陆成单纲艺术总监 导演由团长边弘利兼任 在这出戏里 他同时还扮演前妻一角 边弘利笑称 这已经是他第二回演前妻 很有前妻的经验了 相信这次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他还说这出戏能如期上演 非常感谢加拿大Toyota公司 Scotiabank和所有的赞助商们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次戏里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慧慧 她由上部戏狗妹情缘中 演出小狗的韩征饰演 贯穿全戏重量级的启示高 由边大伟出演 虽然这次是边大伟首次演男主角 但她的举手投足都丝毫没有声色 倒是颇有大腕的范儿 被演女主角的漂亮女孩好甜甜 长相和名字一样甜 演技也相当了得 把极温柔刁蛮的小娇妻 演得唯妙唯笑 潇洒的酒吧老板 幽默富有哲理性 她崇尚自由的单身生活 还有一心想要找老婆 可相亲却总不成功的小气朋友 新老结合的强大主创阵容 一定会带给观众新的感受 该剧将于9月30号 在多伦多亚美尼亚剧场 正式与大家见面 我们拭目以待 盼望她们的精彩演绎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怜的一个女孩子 她本身又聪明又漂亮 又受过高等教育 然后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 但是呢可能是过于任性 以及过分的好事均强 把她推向了一个无底深渊 所以在此告诫各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小心走每一步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